不過賴佩霞在台劇人選之人 造浪者當中呢 在劇中非常知性 沈穩又充滿力量的性格 讓他完美詮釋 也讓觀眾印象深刻 也讓賴佩霞在今年金鐘獎 預測女配角入圍名單當中 成為呼聲最高的那一位 以溫柔堅定的語氣向台下支持者喊話 賴佩霞在台劇人選之人中 煙火林月珍這個形象知性沈穩 又充滿力量的角色 也讓他在2023年金鐘預測 女配角入圍名單中呼聲最高 18歲就出道了賴佩霞是影視歌 三期的全方位藝人 同時也是作家 藝術家 更廣為人知的 她是演員謝沛恩的媽媽 還是隨堂的婆婆 現在她更多了一個身分 就是她將與武黨籍 總統參選人郭台銘搭檔選副手 無疑是將人選之人 憑選戰的劇情正式搬上人生舞台 賴佩霞過往受訪時曾提到 自己近幾年攻讀美國哈佛甘乃迪學院 研究政治與政治人物相關課程 在介紹林月珍這個角色時 她覺得非常巧合 更直言對自己在詮釋林月珍很滿意 我從來不看自己的戲 以前如果我在看自己的東西 裡面一定會大概都在挑剔自己 哪裡沒做好 但是今天我昇華了 即便我看到自己滿臉的皺紋 我都覺得戲好看 而且我真的沒有挑剔自己 集中入圍名單即將公布 外界預測可能成為賴佩霞競爭對手的 是同劇演員陳妍飛 最後究竟講落誰家各界 拭目以待 記者綜合報導